勇敢的艾尔维拉之间控视频显示,当时俩姐妹花和一名男子正在等电梯。 当电梯门打开时,男子礼貌的让95岁的艾尔维拉和80岁的蒂娜先进去,艾尔维拉走在前面,但当好姐妹蒂娜从男子身边走过时,男子尽力把扯下老人脖子上的项链,项链断裂,宝石掉到了地上。 见到好友被抢,趁男子要捡地上的宝石时,老姐妹艾尔维拉不顾高龄,奋力挑起扑到男子的背上,试图阻止,但是,年轻男子一把就把他推倒在等,然后跑出大楼,他还把地呢也一并推倒在等。 幸运的是,两位老姐妹只受了些他伤,95岁的艾尔维拉说,但这位男士礼貌,得让他们先进电梯时,他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。 蒂娜蒂娜说,看完视频后,他感到更加震惊,现在他第一次在家里感到害怕,并一直在检查他所有的房间,警方公布了闭路电视录像,希望能尽快抓到在逃的劫匪。 目前,调查仍在继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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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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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